你不想做什么? 你不想做什么? 感觉的话,反正地铁里面也是一股土的味道 因为我是做办公室的嘛 如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感觉工作日 其实对我的影响是不大的 对发质也不太好 就上面都是灰,都是土 可以看到今天天雾霾沙尘还挺重的 我平时都是坐地铁去书行 所以说沙尘对我来说的影响还是比较少的 只不过就是说身上灰可能会有些大 感觉的话,反正地铁里面也是一股土的味道 然后出行影响可能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大 因为离地铁口也都挺近的住的地方 然后可能骑车子在路上的话会稍微有点冷 大概就是这些,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确实就是能感觉到 是早上也是早高峰的时候 然后是漫天黄土 一出门全都是黄的 然后今天的话是天气偏灰一点 然后还好 因为我在北京有六年多时间了 然后基本上每年都会经历一次沙尘宝最少 就是对眼睛不太舒服 然后对我的呼吸道可能不是特别的顺畅 因为我也有鼻炎 然后对嗓子也不是特别好 其他的话就算是美 还有就是对发质也不太好 就上面都是灰都是土 然后这两年沙尘暴的频率 我感觉是有所降低的 因为倒退,因为本地人嘛 我是本地人 倒退大概05-06年 沙尘暴的频率大概每个月都有三四次 尤其是春天 现在这个频率应该已经降低很多了 我是本地人 你会 hör起来 我还在这儿 我还在这里 我一直想拿起来 那我去的是 雷尔地人 我已经到处理到 我不会 你不认识 我 好 你很想 你很想 你呢 还差点